今年是上海东亚征战中甲的第五个年头 之前他们分别获得了一个第六 两个第四和一个第九 中超曾经近在直迟 也曾经是牛不客气 而在本大戏开始以前 徐根宝把中超的愿望 暗暗地放在了心里 3月17号 中明维特兰市的青年纪委军迎来了中甲首战 蔡惠康和加西亚的破门 帮助特兰市以2比0倾取的重新立代 开门红之后就是势如破终 克上1比0胜深进红钻 朱上0比0听神北 之后是连续的两个2比0 拿下了圆边长白虎和湖南相抗 连赛的前五轮当中 特兰市获得了四胜一同的加击 打进气球 而且一球被试 而吴磊这一个中甲的头号的本土射手 也出乎争动 而队长王申超也颇取大象的风暂 尽管看上去是有一点白面书真的味道 但是王申超表现得非常的稳重 而且勇敢 成为了全队的领袖和后防中战 4月21号特兰市在客场挑战北京巴基 哥伦比亚外援卡队大兹梅卡尔都 这也是吴磊的第100场中甲比赛 从青泽少年到中甲的风霸 吴磊用100场的时间完成了这一个推动 第七轮 上海特兰市遭遇了本代季的第一个挫折 他们在主场一敌被福建郡头逼平 后防大将百家俊累积两张黄塔尾塔下 自一战霸 狐磊 百家俊 严俊林和孙凯上调U22国组织军 这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四维主义的主义主辈 甚至是特兰市的团队配合 在第八轮当中 特兰市零比三惨败与天心松江脚下 根据赛程 他们在之后两周当中连续征战四个特兰 两胜一平一负的成绩感已经是相当的不错 6月9号 几乎跑遍了大半和中国的特兰市 终于回到了主场 以三比一 凡胜卡尔迪一场 也再次将积分房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分 而指责一提的是 无垒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又有了新的花样 但是令根捞感到头疼的是 每逢特兰市状态上扬 正要一鼓坐起往前冲的时候 有22国族的集军和比赛 就会打乱他们的脚步 而在国家里面前 齐根捞每一次都是忍痛霸忍 甚至在足球队的比赛里面 教练组派上了T股 跟年轻球员 为的就是要全力来保证连战 6月30号对战广州日志泉这一战 参战是本载季当中 特兰市的精神战役 他们在半场零敌一落后的 博力局面下掀起了绝地反击 现场变闪雷铭 大雨磅沃 球员们的体力被提前叫后患 特兰市赖雨成名的地面配合 也完全打不起来 但是冲超的心 在这个时候支撑着每一个人 先是卡维萨斯 且朱正龙的助攻 投球将底分翻比 而在商品组织当中 当观众都陷进绝望的时候 旅文军单枪提马杀进了禁区 面对三人的封堵 逼射得奔 中场的比分是2比1 根宝曾经说过 他要递送中国的曼联 而这一天的上海特兰市 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些 动魔的影响 然而深化缩戒百家俊一时 又在特兰市最终掀起了 阵阵的波澜 尽管百家俊个人 一直希望和兄弟们并肩作战 来共同完成本战局冲超之大业 但是考虑到整个的上海足球 在根宝的苦苦劝说下 他最终还是打点起了形状 奔不抗脚 从第16轮到第22轮 没有了百家俊的特兰市 仅仅仅获得了一胜三平三负的糟糕成功 后防线丢了整整12个球 远远超过了全15轮的总和 幸好身后的湖南和天津没有把握着一个两季 反倒是武汉竹尔渐渐的逼近 8月26号 特兰市社内八百人球场 三比零 立场的当时基本榜排名第二的天津松家 在这场事关六分的天王山战役当中 效果的回合 王霞杰 吴兰和林元军分别贡献的进球 也报了第一个回合大败的一箭之仇 二十人感动的是 这场比赛还吸引了近200名生花球迷到现场观战 他们高举 上海足坛教父根宝 休斯姆斯 这样的一句标语 为特兰市来加油助威 这次根宝的青年军 距离中超 只能提过这样 开始我们常讲好事多磨 第26轮当中 特兰市在客场零比一输给了武汉猪尔 对方点球破门 而无垒的一个点球 却鬼使神差一般地打中了门框 当梦想就在前方 特兰市的小将们的心情 在这个时候却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波动 而这也是他们成长路上的宝贵的一刻 9月29号 根宝和特兰市远赴哈尔滨 调整好了心态 一个干净利落的3比0 让球队提前三轮通超成功 梦想在这个时候终于召见了现实 大家相拥而弃 当天晚上 球队召开的庆功会 跟报恨每一个球员获守幸福 而老板魏平则许诺颁办法 一百万的奖金 有我 向南 马海 、向南 好 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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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整个球队 好吧 我这个奖励一百万 好 跟保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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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中秋夏节 跟保回到了聪明基地 亲手点燃了焰火 这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在十年之前 有人说他已经不适合在一线工作 但他并没有服输 一路把一个娃娃兵 带到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定义集连战 十年间 东亚的将士们 毕竟了多少的相聚离散 多少的起起伏伏 但是他们都顽强的挺了过来 上个周六特来是把本赛季中甲的最后一个足场的比赛 变成了狂欢的派对 一路看着他们走来的范之意 含着热泪和孩子们拥抱 中甲的最佳的本土射手吴磊 聪明的德罗巴吕文君 在关键时刻屡屡上演奇迹的朱正荣 大气的队长王申超 总在幕后默默奉献的主帅蒋炳尧 胜利属于东亚俱乐部的每一个人 而明年 他们将以中甲冠军这一个身份 登上中超的舞台 这一支青年军的灿烂的未来 我们说看刚刚拉开的背影 终于乘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给我 一束爱的光芒 今天我 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 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发 咱们把这世界为我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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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把这世界为我激发